人工智能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AI浪潮的来袭 全球科技公司拼尽全力研发新产品来抢供市场份额 就连科技龙头也不例外 美国微软公司全力推进人工智能战略 将搜寻引擎并接入ChatGPT中 并采用和OpenAI相同的开放插件标准 实现ChatGPT和微软产品全面整合 来对抗劲敌谷歌 全球新冠疫情逐渐平稳 科技巨头年度大会也纷纷回归线下 微软星期二举行一场开发者大会 宣布将搜寻引擎并集中ChatGPT中 为用户提供实时数据搜索功能 此外微软也使用和OpenAI相同的开放插件标准 实现ChatGPT和微软平台的互通操作 这次大会的重头戏之一 还包括微软在Windows 11 引入人工智能助手Copilot 这项功能可以解析当前使用的网页内容 并完成各种指令和服务 例如网络搜索和订票 同时微软也宣布 推出数据分析平台Microsoft Fabric 号称是数据库管理系统SQL Server 推出以来最大规模的数据产品 纳德拉说微软开发更多科技软件 不只是为了商机 更希望经济增长能够带动人类教育 财富和生活水平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